那么从今天开始呢 咱们接下来的这四天呢 就给大家咱们进行讲解MySQL的数据库 那么咱们简单介绍一下 咱们这四天的MySQL数据库的一个目的 是让咱们大家呢知道 MySQL是什么 怎么去用它 让Python怎么通过MySQL来去存储数据 来修改数据 来查询数据 来删除数据 说的更直白一点 那么最终咱们在实际开发的过程当中 常用的 最常用的是什么呢 增删改查 数据的增删改查是在真正的开发过程当中常用的 那么咱们在这个期间呢 到最后的时候呢 还会给大家一些介绍一下高级的东西 比方说事务呀 在这个地方就会讲解到 那至于什么是事务 后面再说 我转账 对吧 我转给你了 反而你没收到我的钱也扣了 这是有问题的 那么数据库里边是有 防止这种问题出现的 到时候再说 简单来说呢 咱们这四天 主要讲解的就是 Circle or MySQL 这个东西是个什么 怎么用 Python怎么去掏造它 最终完成数据的增删改查 那么咱们把这些的数据 咱们啊 这个制止点 咱们学完之后 咱们接下来这个目的是干什么呢 咱们会在后面 咱们继续去学啊 这个框架 简而言之 数据库学完了之后 咱们接下来干什么呢 咱们要做一个框架 把咱们学的数据库呢 揉到这个框架里边去 最终啊 咱们的目的在后面的课程里边呢 你就能够实现 打开一个页面啊 打开一个页面 就后面打开这个页面 那么将来你访问的是 你自己的IP地址 那么将来能够看这个页面 那么就是你自己写的 这个程序展示的 这个地方呢 有些数据 这个地方有些数据 这都是可以实现 这是咱们最重要的事情 即MySQL 今天呢 你要在心目当中有个感觉 MySQL是干啥的呢 一种用来存储数据的 一种特殊的方式 它要比存储 用文件来存储数据要方便 而且要快捷很多倍 因此在实际的开发呢 咱们往往就会用 MySQL这种数据库 这是咱们这一天的 一个大体安排